立法院在2017年12月12号 三读通过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 其中包括投票年龄下降为18岁 不过由于宪法跟选拔法未修法 年满18岁青年虽拥有投票权 却没有选举权 因此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 召开记者会表示 这是一块不完整的公民权缺角 不为政府赶紧追上国际社会的民主潮流 国际世界的潮流 基本上都是朝向扩大青年参政为目标 去下修所谓的投票或选举年龄 很大的原因在于是说 这个是人口结构的一个变化 然而会议中有立委提到 尽管修正公投法 仍需由中选会申请大法官释宪 来厘清18到20岁青年 是否可在修宪议题上投票的模糊地带 公投降低18岁 那这18岁就是 你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你都可以去决定了 你可以参与了 但是在修宪的这个议题上 变成你还是没有办法去决定 这样的一个吊诡的情况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社会发展部副主任 则是站在教育现场表示 若没有落实18岁参政权 学生恐无法将教科书上教材跟现实民主政治连结形成政治武感 并提到民主制度若已在漠视青年声音 也将换来青年人对政治参与的武感 其实他在这个年纪他就需要为他的人生做很多重要的决定 你18岁就可以做 他就会让自己有这样的责任感 有这样的使命感 我相信是可以去带动他们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的 而随着九合一选举一步步逼近 有立委提到18岁公民权修宪提案 虽获得超越蓝绿的共识也完成一读 居然掉进立院黑洞里没有下落 呼吁立法院因快马加鞭成立修宪委员会 并尽速启动修宪程序 原是新闻学校麦一顾立法院采访报导